当今网络发达的时代,全球的网站数量已经超过了10亿,其中有些网站并没有太多人关注而被忽略掉了。 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这10个你可能不知道的奇特网站。 1. 假资料生成器 诈骗案例最近越来越严重,步伐之徒往往很轻易就可通过网络取得个人资料。 这个网站可以轻松就可以生成一些假的个人资料,这些资料中还包括驾照、信用卡号码等等的。 当然,这些全部都是假的,只不过是根据该国的格式来生成而已。 2. 经典系统重启画面 这个网站可以提供了各式各样的系统启动画面。 如果你是自媒体制作者而需要用到这些旧系统的启动画面,你也可以来这里找到。 或者得空来怀旧一下当年的经典系统,感觉也挺不错的。 3. 查看出生年份时发生的事情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网站。 网站的首页就会要求你输入你的出生年份,输入后年份就会开始倒数到你的出生那一年,页面会慢慢显示那一年发生过的事情。 比如说那一年爆红的电影,热门的歌曲,恐怖的新闻之类等等,的确一个挺有趣的网站。 4. 查看电影中的背景音乐 Tunny Find这个网站收录了大量的电影和美剧的背景音乐,你只需要输入电影名称,它就会帮你搜索电影中全部的音乐。 这些音乐也附有YouTube链接,方便让你试听。 如果喜欢想要购买,这里也提供了一些可购买的管道。 网站也有提供游戏的背景音乐,如果觉得游戏音乐很酷,想要找音乐名称的话,可以尝试来搜索一下看看。 5. 新冠疫苗接种完成率 自从新冠肺炎的疫苗开打之后,我就很好奇到底进度到什么程度了,所以就搜索到这个网站了。 它们的数据来源是来自世界卫生组织WHO、CDC和R World in Data这三个网站。 根据网站上著名数据是每个小时更新一次,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进去看看疫苗接种的最新状况。 6. 临时邮箱 如果在某种情况下,你想要接受一些邮件但是又不想用自己的邮箱账号的话,这个网站就最适合不过了。 它可以马上就生成一个临时邮箱地址,马上就可以开始用了。 收取并阅读了邮件后,马上就可以选择删除邮箱了。 如果你没删除直接关掉网页的话,邮箱还是会在一段时间后自动删除的。 7. 免费素材 网络上很多图片都是有版权保护的。 如果你想找一下无版权的图片,你可以到这个网站。 网站里头的图片全部都是无版权的,各种各样类型的图片都有。 8. 充满灵气的画图 这个是一个非常抽象和充满灵气的画图工具。 你可以自己画出一个独一无二的图片。 画好后就可以保存下来了,可以拿来当独一无二的桌面壁纸。 9. 互联网档案馆 这个网站收集了超过1500亿的网页,它就是网站时光机。 比如说你想看看九年前的Facebook是长什么样子的吗? 通过这个网站,你就能轻松回到那个年份并看到当时的Facebook网站。 几乎网络上稍微有名气的网站都会被存到里头去。 如果你也有自己的部落格,不妨搜索试试看。 10. 发个邮件给未来 这个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网站,标题是发个邮件给未来的自己。 你可以写一些话给三年后的自己,内容与时间的订好后就可以点发送了。 三年后收到应该会觉得挺惊奇的吧,除非网站负责人没缴费下线了。 不然这个邮件一定会在三年后抵达你的邮箱。 以上就是十个你可能不知道的奇特网站。 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影片, 那就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咯。